新竹棒球場的爭議事件 因為新竹市政府花了12億元 重新改建了新竹棒球場 在22號的時候重新啟用 可是到現在才短短的3天 就已經造成了5名球員受傷 甚至女側的門鎖 還是被反裝在門外 而且還有人拍到了座位區的地板 出現不明脫落等等的狀況 真的是說很多地方都出現了安全的疑慮 所以現在呢 網路上可以說是負評如潮 很多人都在質疑 當初新竹市政府 到底是怎麼樣通過這個驗收的 而現在呢 地檢署也表示 他們將會主動介入 積極調查 還有全方面的偵辦 這球打得不錯 在忠祐愛也 忠祐愛手撲下去 接到耶 打著那麼一樣 出局後一臉黑人問號 似乎不懂林哲宣 怎麼敢飛撲就球 新竹棒球場的外野有許多小石子 被網友譏諷是天堂路 導致林哲宣受傷退場 成為第三位掛材的球員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總統 來我們說幾句祝福的話歡迎 新竹棒球場 二十二日開幕 蔡英文 林志堅和蔡奇昌等人 齊去一堂 原本在選前展示政績 結果變成一場災難 這座砸下十二億元重建的球場 槽點滿滿 內野紅土疑似沒灑水 球員一個鋪接就塵土飛揚 且內野也不夠平整 導致不規則彈跳打傷球員 必得魏全龍總教練葉君彰 自己整理場地以免球員受傷 女側的鎖裝反了 不能從裡面上鎖 只能從外面反鎖 而且球迷進出的階梯也生鏽 摸一下就滿手都是 階梯角落的電線露出暗藏危機 觀眾席部分座位視野不佳 排水孔還正對著座位 下雨天恐怕會被噴得滿臉都是 攝影機鐵架甚至架在座位上 導致鏡頭搖搖晃晃 萬一掉下來可能會砸傷觀眾 種種問題讓球迷馬翻天 球員工會也出面抗應 逼得中華職棒會長蔡其昌在臉書道歉 宣布24日的比賽暫停 盡快改善缺失 而新竹地檢署也表示 已經在進行簡報蒐集 會主動介入積極調查 中職在昨天中午 臨時宣布暫停晚上的比賽 而且表示他們將會考慮 整個8月的賽事都要更換場地 不過不少的外地球迷白跑一旦 所以就讓他們抱怨連連 他們認為聯盟簡直是拖拖拉拉 在前一天的賽事發生這樣的狀況之後 就應該要壯士斷晚 因為大家其實昨天就有在討論說 今天可能會有延載的情況發生 可是就是因為大家都認為說 包括球隊球迷大家都已經在新竹這邊 因為很多人都是留住在這裡 大家都覺得說雖然有這樣子的討論出現 可是今天應該還是會到 所以其實包括本來就住在這的人 那其實週六的比賽造成了不少球員受傷 對 那其中就是有富邦漢將的林哲軒 他在23日的比賽中 因為鋪接飛球的時候 造成他的左肩挫傷 那目前他的狀況是有稍微好轉了 另外還有衛權龍老將林志勝 他在賽前練習的時候 準備要回到休息區的時候 在階梯上面摔倒了 那他在昨天出現在賽場的時候 他走路看起來還是有一搏一搏的 那他自己也透露說 其實他昨天是吃了止痛藥才上場的 林哲軒23日受傷後 馬上前往醫院掛急診 經過X光檢查 結果顯示沒有傷到骨頭 後續將進行核磁共振檢查 確認傷勢 休息多久才會比較確定 林哲軒指出 新竹球場的外野場地 有的地方鬆軟 有的地方又很硬 踩起來就是怪怪的 加上草皮的狀況也不是很理想 增加受傷的風險 經過這次意外 希望場地趕快改善 否則選手擔心受傷 也不敢全力比賽 影響比賽品質就對不起球迷 另外林志勝 賽前練習要回到休息區時不慎跌倒 所幸沒有造成大礙 談到賽前受傷狀況 林志勝表示是右腳踝翻船 後來吃止痛藥上場 雖然沒有很嚴重 但還是有一點痛 這還是第一次在球場這樣子扭到 好 我看到我們的網友 對於這個新竹棒球場的狀況 真的是有很多的意見 像是我就看到網友信志 他就說你當初新竹市政府驗收 你是怎麼驗收的呢 難道你就是找幾個專家來泡茶聊天 然後就驗收通過了嗎 對 因為其實我有看到在 就是新竹人的一些爆料公社 就有看到一張照片 就是他球場上面他的觀眾席的地方 通常我們一定是觀眾席前面會有個圍欄 對 那個圍牆一定是比觀眾席還低 這樣你才看得到球賽 結果我們想到他做的比觀眾席還要高 等於說你整個視野都被圍牆擋住了 所以就是這個設計真的是 讓人覺得很匪夷所思 對 那其實針對這個外界 對新竹棒球場的負評連連 那新竹市的前市長林志堅 他也透過臉書發文 他就說要跟所有關心 這個棒球喜歡棒球的朋友們 還有球團們道歉 並表示呢 重新啟用的球場 目前並不完美 他將會承擔所有責任 再來看一下 正面的球 哇 而且有點彈高起來 打到手掌啊 新竹球場開幕戰才打到第三局 2019年的選秀狀員劉基鴻 就被內野的不規則彈跳球打退場 隔天賽前 2003年的選秀狀員林志堅 在休息室階梯踩空跌倒 比賽開始後 2015年的選秀狀員林哲軒 不顧外野草皮有碎獅子 飛撲皆殺 導致受傷退場 這砸了12億元重建的新竹球場 短短兩天就擊落三位狀元 引發公憤 那我希望所有的責難到我身上 因為我現在已經辭掉市長的工作 我現在能做的是協調中華職棒 來和新竹市政府還有球團 大家關鍵是這樣 大家關心的是說 這個讓球員在場上安全嘛 林志堅雖然已經是桃園市民 但他當天在開幕儀式上享受掌聲 如今出面道歉 更在臉書表示要一肩扛起責任 除了前市長道歉之外 新竹市政府的代理市長陳彰顯 也在今天早上針對此事召開了記者會 他強調說這個現在球場沒有改善完成 而且沒有在得到終職 或者是球員認可之前 新竹棒球場不會舉辦任何一場賽事 我要強調 在這個球場沒有改善完成 沒有 或是球員或是公會的任何錢 我們不會進行任何一場職棒的賽事 目前我們和廠商都還在合約內 接下來的改善工作會由市府 營造單位 建造單位 球場公司 或球場公司 一起來負責 我們會一起對球場 對球員來負責 那當然嘛 就有很多人批評這個新竹棒球場 除了說國民黨立委洪孟凱 他就出面開嗆之外呢 國民黨的桃園市議員參選人林濤 他現在也起底囉 他就說這個失座新竹球場的廠商 其實呢他過去就多有這個偷工減料的黑歷史 林濤表示疑點最深的就屬於愛憶康工程顧問 他曾經因為豆腐渣工程被起訴 還有聚家營造 在2012年的桃園新浦國校承包案 被發現偷工減料 在2016年在大溪高中違反公安 有5名工人慘遭活埋 在2019年承接了新竹棒球場之後 從2019年到2022年兼飆德的案件 有超過6成都在新竹市 更有許多新竹市的校舍補強 以及改建工程 實在令人捏了一把冷汗 林濤質疑 為什麼新竹球場的旅約驗收會通過 卻發現場地多處有不明整 破損或者是生鏽 他就質疑 是否是敢著讓林志堅 陪同總統蔡英文搶著要收割 才會致球員安全與補顧呢 而在這次的爭議之前 其實說到設計缺陷的棒球場 大多數球迷可能會想到的是桃園棒球場 因為它作為就是樂天桃園隊的主場 它在2009年啟用之後 就被罵了十幾年了 桃園棒球場最大的問題 是外野朝向西邊 導致黃昏比賽的時候 球員和竹筍被迫直視太陽 影響表現 另外它的排水也有問題 一陣小雨就會積水 像是水壩一樣 被譏諷是超級壩 不過在新竹棒球場 已發爭議後 球迷也開玩笑的說 桃園棒球場總算解套了 新竹市政府斥資了12億 其實很多 比當初重建天母棒球場的錢還要多 結果重建出來卻漏洞百出 針對這個事件 國民黨的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 他就說 其實因為大巨蛋也快要完工了 那他就說他會用最嚴格的標準 來進行驗收台北大巨蛋 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 24日在臉書上表示 一座職業棒球場 必須在每一個細節都做到最好 如今台北市大巨蛋也即將完工 蔣萬安表示 一定會爭取在大巨蛋舉辦棒球賽事 同時會用最嚴格的標準進行驗收 來確保大巨蛋是一座能讓球員 安全比賽的場地